2月24日潘南葵突然发布一段视频 并配文离开的248天 你们还在等我吗 视频一开始 潘南葵回顾了往年的一些作品 紧接着就回应了粉丝们最关心的一个话题 这段时间去哪了 为什么好久没有更新了 潘南葵并没有正面讲述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而是称自己在2021年 经历了人生最黑暗的一年 生活的不顺利也让自己变得越发不自信 于是潘南葵把自己关在了黑暗的房间里 想试图去改变现状却无能为力 视频中潘南葵穿着宽大的白色短袖 披散着头发 看起来有些不修蝙蝠 与平时化着浓妆打扮精致的样子差距颇大 甚至可以说是盼若两人 潘南葵把窗帘关得严严实实 透不过一丝光 他坐在床上或者地上 似乎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试图寻找安全感 不过潘南葵渐渐找回了状态 虽然没有出现在镜头前 但私下过得还算滋润 比如他和同事一起工作 外出旅游逛街吃面 生活丰富多彩 最后潘南葵晒出自己的时尚大片 并配上我回来了四个大字 宣告正式付出 潘南葵曾经是数一数二的大网红 凭借优越的身材与外貌稀粉无数 粉丝数高达700多万 他每次参加活动都会获得热捧 影响力巨大 但在去年7月份 潘南葵发布一段自己吃大葱的视频后 就消失不见了 网上关于潘南葵消失的原因有很多猜测 有昌他回韩国整容了 也有说他结婚生死去了 还有说他账号被公司回收了 众说纷纭 在潘南葵宣告付出后 评论区里依旧有不少类似的言论 指责他生完孩子又出来捞金了 还有网友直言互联网不是没有记忆 希望潘南葵以后都别再回来了 潘南葵是一位争议很大的网红 早年曾因为酷刺 Andra Baby被质疑整容 报其耗费十亿韩币 约五百万人民币换脸 他也因此被网友戏称是潘十亿 后来潘南葵又被爆出插足闺蜜婚姻 抢了对方的老公 小三风波没过多久 潘南葵又因为和老板打架再次登上热搜 看下来潘南葵的网红经历确实丰富 大多还都是负面新闻 也难怪在宣布复出时会受到一些网友的抵制 只能说不管网红消失多久 他曾经所做的一切都会在互联网上留下痕迹 潘南葵此次大概有重新出发的意思 不过现在网红更迭迅速 他的流量早已大不如从前 加上黑历史满满 复出之路看起来不太乐观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